我们要知道 嫉妒障碍 要忍受 不可以有怨恨 这个地方正是修 忍如波罗蜜的 纪运 把握这个机会 修忍如波罗蜜 金刚经上讲六度 特别重视 不失跟忍如 不失能积德 能修复 忍如能保持 不能忍如 你所修的很快就漏掉了 你保不住 忍如能够保持 你的智慧功德 能保持 特别重视 这两条 我们看到经上所说的 忍如先人 释迦牟尼佛的前身 魅成佛之前 修忍如波罗蜜 遇到 戈利王 给结身体 这个可以说是 奇耻大辱 没有人能忍受的 他能忍 最后死的时候 告诉戈利王 我将来称佛 第一个度 射加在我们这个地球上 事先称佛 第一个得度是 乔诚如 第一个证阿罗汉 乔诚如的前身 是戈利王 福说话 算话 这些地方 一定要学习 一定要学 忍如波罗蜜 成就自己的得心 圆满自己的功德 对于一切 伤害我们的人 决定不放在心上 没有怨恨 要有怜悯心 他是好人 他本心本善 他本来是福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是他没有接受过神仙教育 或者虽然中年 接受神仙教育 他没有根底 在高明后立之下 他会辩解 这些正常现象 不足以为快 我们就能够包容 就不会有怨恨的念头生起来 成就自己 任入波罗蜜 谢谢您的